好 继续再把镜头转回国内 我们带您来关心一些议题 首先来看的就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台湾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了 尤其是炒房的问题 真的是让房价节节攀升 让这个寿星阶级不仅要面临的是失业 或者是减薪的隐忧 更便需要面临的就是高房价的压力 虽然我们一直看到各大部会跟央行 频频都寄出打房政策 近期也一直在讨论就是囤房税 或者是内政部的五大措施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 房价依旧是不动如山 甚至还越打越高 只是房价高 连租屋的这个价格也很贵 就让民众不禁想问到了 难道政府打房都是在打假的吗 才刚送完客户资料 保险业务员蔡云瑞先回到住处 稍作休息后还要出门做例行拜访 顶楼加盖的雅房 小小空间不过几平大 一个月就要8500 已经是周边最便宜的租屋价格 25岁的蔡云瑞出社会工作四年来 三餐外食多半简单打发 她想努力存钱 未来在台北安身立命 最终目标是想要在台北市买一个电梯大楼的 就好也不用太大 但是大概也要5000万之类的 所以我想说应该用小房换大房 然后第一个目标可能是在 比如说三重 先买一个1800的左右 或1500到1800左右的房子 然后再慢慢小房换大房这样子 房间小到连走路都有困难 但为了达成梦想 蔡云瑞愿意忍受一时的不便 目标每年存上百万 当作买房头七款 不过眼看房价越来越高 蔡云瑞坦言有些焦虑 大学毕业生出来的 可能就是挑战看业务工作 讲说年轻嘛 然后薪资的话 可能他的上限会比较高一点 就有机会可以去挑战 比如说买房 这种看起来很正常的人生规划 但是基本上对现代人来讲就是 我大部分童年龄层的客户 都不敢想这件事情 年轻世代有报复理想 但在怎么努力工作或省吃俭用 恐怕都追不上节节攀升的房价 从中央大学台经中心 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 未来半年购买房地产的耐久财时机 12月调查来到122.05点 创下13个月新高 另外房地产指数也来到122.2点 创去年4月调查以来最高记录 代表物价变贵 民众担心房价跟涨 加上房产相对保持抗通膨 因此购物意愿明显增加 他的造价已经变得这么高 建商也不可能赔钱 所以大家还是预期房价要跌 其实不容易 因为成本都已经上升到这样的程度 另外就是需求也是很强 如果说经济的一个基本面不强 它只是一个泡沫 这个是相对比较危险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2022年台湾的一个基本面 看起来目前看似非常的不错 房价看回不回 自住客被迫含泪购物 长期关注房市议题的前政大教授 张金二点出 多数县市囤房税和内政部打房五大措施 目前只闻楼梯响 如果茶茶没落实 又罚的不够重 投资客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囤民囤粮子不影响 民生经济政府都大力去所谓平易物价 那怎么没有平易房价这件事情呢 然后也没真的落实嘛 对不对 所以根本关键 这个其实都是看起来都有效 好像政府也真的也想要做 可是真的有没有做到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呼吁 五大措施赶快立法通过吧 张金二肯定央行连四坡打房 近期在降低豪宅及第三户以上购物房贷 可避免银行资金沦为囤房帮凶 张金二呼吁 政府一定要对症下药 才能挽回社会信心 他觉得政府在玩假的啊 对不对 讲的比做的还多 这边当时有央行 他真的是做了啦 对不对 而且是慢慢慢慢逐步在做 要让缓着路 这个我是肯定啦 对不对 那其他部会都是 即使做了就是 跟说的跟做的好像有落差 然后人民就开始都不太相信啦 房价被投资客越炒越高 需要住房的年轻人却永远买不起 财富两极化的社会 势必埋下隐忧 TVB的新闻 罗士鹏 代元丽台北报导 另外就是缺工的问题 已经是全球面临的一大困境了 台湾从科技业 营件业 服务业 传统制造业 也都有相同的状况 尤其台湾经济命脉半导体产业 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呢 又遇上了疫情 人力补不齐 那么就算是寄出了高薪 也很难找到人 那么就有专家点出 缺工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战后 婴儿潮世代开始退休 但是呢 新世代的人口结构改变 出生率下降 未来人力的缺口 接不上来 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 穿上无成衣口罩帽子 进到无城市里 一带就是好几个钟头 这是半导体制成技术人员的日常 称起国内半边经济命脉的产业 却面临困境 因为需要耗费体力 年轻人渐渐转往其他产业 全球都在面临缺工的议题 而台湾的经济命脉半导体产业呢 而整个产业呢 大概已经出现两到三成的人力缺口 而这些人力缺口该怎么补上 而缺口的主因又在哪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属于半自动化的机态 未来其实在这一块 因为你看他们比较 会比较久战 所以在人力上面 其实我们的缺口会很大 从我公司 其实平均就有一个 十七%到二十%的一个缺口 半导体封侧端 因为工序繁复 除了靠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 还是仍得依靠人力 做材料检测 排除错误 而对业者来说 从中美贸易战之后 加上疫情冲击 人力缺口越来越大 你劳动市场的人口 其实是萎缩的 你并没有往上涨 但是你国内如果投资潮 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缺口越来越大 国内劳动的人力又不足 你不断不断的就是靠移工 来填补这个劳动人口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在产业 我们要面临的是 如何让这些年轻人 有吸引力可以进入工厂 我们现在跟学校有结合 产术专班 其实就是希望未来培养他们 不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加强 专业能力上也要加强 技术高薪 仍然找不到人的窘境 不只有科技业 施工人员顶着艳阳 或是在寒风中施作工程 过往工程营件不怕没人来 但如今还在岗位上的 大部分是50岁到60多岁 借零退休 接下来如何补这块缺口 不少营件商已经开始伤脑筋 不管是设计的阶段 或施工的阶段 其实都是缺人 而且都还蛮严重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那当然尤其是在工地的部分 缺的会更严重 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 要去做这个那么辛苦的工作 大多数是不愿意的 也不愿意进来去学什么 板钢筋钉模板 这些工作 这个能够解决的方法 就是要把它变工业化去做建筑 从营造科技业 再到服务业 长照人员 无意不缺工 转家就指出 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出在二战婴儿潮世代 渐渐退休 甚至提早退休 而现在的劳动主力 迁徙世代 却没有足够人力补上 除了人口结构转变 出生率低 还有工作模式都在发生巨变 这样的状况 未来在台湾 恐怕会更加严重 本来我们在人口世代上来讲 现在年轻人数目 本来就比我们这一代的 那个人数少一些 所以会导致那个 总的供给量 本来就会变得比较少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 从去年到今年 这个疫情来了以后 大家买习惯在家里面 做一些工作的 虽然说现在失业率偏低 就降低了 我们到3.68 看起来还不错 可是有一些年前 他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出来工作 就是劳动参与率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下降 我们政府其实应该 比方说可以考虑 加速让国外的科技人才进来 出生率下降 劳动人力势必越来越少 不论科技业 传统制造业 营建业都要思考 如何加速自动化 做产业转型 才能补足人力缺口 TV为新文化这次 刘军台北桃园采访不懂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 婴儿潮世代 那么大家也听过 X世代或者是千禧世代 那您现在有听过Z世代吗 Z世代指的是 1995年到2010年诞生 大约是11到26岁的 新兴世代 在台湾大概375万人 占总人口的16% 而近年的毕业生 就是Z世代 他们正大举的进入职场 不过相较于其他世代的 另一个差别就是 这个世代的学历似乎更高 对科技的运用更得心应手 但是眼界更广之下 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 更勇敢的对雇主说不 刷脸上班 在科技业上班的Ann 在公司担任RD研究K8 负责coding工作 今年才24岁的她 电机系刚毕业 就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自己选择公司的方向 是我觉得这个公司的产品 跟她做的东西就是 要是我有兴趣的东西 我才会想去来这间公司 那薪水的部分 就是不要太低就好 工作洗不洗完 最重要薪资报酬算是其次 这样的答案 跟另外一位同年临层的同事 一模一样 我觉得成就感比较重要 但薪资就是不要太差就好 在公司担任PM的陈进化 负责接案作为工程师跟厂商的桥梁 谈吐诚恳勇于表达 这样的特性来自于他们的出生年代 Z世代 广泛来说 Z世代指1995年到2010年诞生 大约是十一到二十六岁的新兴世代 在台湾大约有三百七十五万人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六 这群Z世代正是全新一批的职场新鲜人 做事表达都有别于千禧世代 更别说是X世代 就整体来说Z世代是X世代的小孩 那常常讲说Z世代跟千禧世代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他认为 那个人的权益 那个人的特色 尤其他们像Z世代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对比的例子 就是Z世代他们会普遍会比较支持 像同性恋 同婚 那会支持所谓的种族的平等 然后是公平正义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你就比较不会就是会觉得很讶异 就他们在职场上面 他们会要求 比如说老板给他 那应该有的待遇 Z世代出生于科技爆发的浪潮 与其他世代最不一样的是 吸收海浪资讯眼界更广 对职场的要求也更高 过去父母可能为了混一口饭吃 忍气吞声 长大后他们不忍 如果这间公司跟他们的理想不符 大可直接换一间 年轻人现在更勇于辞职 挑公司 他们更倾向的是职场平等交流 沟通 上对下那一套不再适用 现在已经下班时间六点钟了 但如果你看到主管还在 你敢下班吗 对于四十岁以上的来说 可能觉得不太好吧 要顾及一下主管的观感问题 但对于Z世代来说 他们可不这么想 就是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就不需要应留着 就到点没有事情做 我就可以下班就下班了 那你不会担心说就是 或是你同学人 不会担心说老板的观感 大家觉得你好像太早下班吗 不会吧 就是你要有八分内东西做完就可以了 六点到工作做完就能下班 合情合理 等老板先走才能走 这种观念 Z世代难以理解 科技公司因应这些新进员工 职场环境也有调整 以我们这种所谓X世代 这种四十几岁的人来说 我们工作到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也会思考 就是说 以往或许我们会觉得 公司就是家 那所以什么事情都是 把它时间分配给公司 那事实上 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更忠视 就是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平衡 知道上面就是尤其对年轻世代 你必须要换一种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说那这种如何跟年轻的工作者 我觉得做一些 我觉得不再是上对下了 他必须是说他平等的 然后就专业的 然后让他有一个舞台的表现 我们从大学里面就有看到 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学生们他比较重视的是 提案跟始作 他比较不会再重视 就是说考试上面的 就是或者是教科术上面的内容 他重视的是在于如何让他发挥 在大学公年代 Z世代陆续从大学毕业投入职场 如何吸引人才 留住这些年轻员工 传统职场势必也得renew 更新一下 TVB的新闻 陈青萌卫婷台北报道 关渡自然保留区35年前成立 可是因为园区内的红树林快速扩展 围及到了玄鸟气息地 因为是自然保留区完全无法人为干预 而为了维护生态平衡 现在决定将自然保留区退场 改为国家级重要实地 在关渡自然保留区这边 有很多红树林的景观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方式 但是因为这样的快速发展 也限制了水鸟的生长区域 所以现在呢是改由实地法来接手 希望保护红树林跟水鸟之间的生态平衡 眼前一大片绿色景上就是红树林群 这块区域原本是关渡自然保留区 但为了能维护红树林跟水鸟之间生态 能抒发红树林 现在确定废止了关渡自然保留区 转为国家级重要实地 长起来之后原本习惯在沙洲里面觅食的鸟类 它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就是整个大片的沙洲地都被红树林占据 那这也是这一次修法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当年为了保育水鼻子 这个是当年在全球红树林分布的一个北界的植物 那么所以我们在野生动物保育法颁布之前 我们就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 将淡水河口的红树林的这个湿地 列为这个自然保留区 关渡自然保留区内红树林常年扩张 陆域变大 当地水鸟种类大量减少 从十年内130种水鸟降到现在只有48种 但因为保留区禁止人为干预 没有办法处理红树林扩张 为了守护水鸟漆地跟减少水患 改为重要级湿地 35年的关渡自然保留区走入历史 成了全台首座退场的自然保留区 自然地形就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它就是最严格 你人也不能进去 什么东西都不能进去 就一个非常严格的法定去限制住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法的框架 让整个这一 书法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才会用改成 就是说那不然就让失地法接受这样 因为过去关渡保留区受文字法保护 无法人为干预 现在改以失地保育法可以适度疏罚 目前关渡失地约55公顷 其中六成是红树林 也就是约32公顷的红树林 目前拟定三年先疏罚10公顷的红树林 但这样的速度似乎还不太够 建议至少得疏罚15公顷以上 才能维持水鸟跟红树林之间平衡 市府现在是要提出10公顷 但是这10公顷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量实在太有点不够 因为你这样子还好之后 你书法完之后 你后续还是要围观 因为它的成长速度 我们预估5年你会回到眼貌 红树林本身会照路 所以长期以后 这些红树林会让我们的这个行水区的 真正的湿地的面积会逐渐的变成所谓的陆地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于在原本的湿地生态里面 所栖息的这些动物 尤其是鸟类 就会造成它的一个环境的变化 不只保护水鸟 研究也发现 陆化会增加河流水位上升 适度砍伐红树林 可以降低对岸四指导水患的危险 早期都只能用文字法来保护 现在法力多元 用湿地法的其他工具 管理上更加灵活 我们对于水鸟的栖息环境 跟湿地环境本身 要不要用人类的力量去做书法 去做改变 那这是第一个 大家要去做决定的 第二个就是说 红树林它是在题外 它本身就是行水区 所以对于一个行水区本身 我们要注重的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 还有就是它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在水患上面的一个治理的问题 关渡保留区这名词走入历史 但现在是更多元的管理关渡湿地 在水鸟 红树林 水域等三方考量之下 多元办法维持生态平衡 TVA新闻夜俊宏来明台北采访报道 有部分民众因为带有异味性体质 或者是俗称的过敏体质 而病童如果有长期身体搔痒的病史 同时身上有许多落血的皮疹 这些皮疹出在婴儿期 或者出现在脸上 就会慢慢变成传发到很多地方的皮疹 要特别注意 说到了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它的成因就是皮肤的结构不完整 而再来就是环境的过敏源 诱发了免疫反应过度激活 而像这位今年17岁的梁同学 他在5岁时就确诊为异味性皮肤炎 而经常这个疾病 让他的皮肤经常搔痒难耐 甚至还曾经抓破皮 这看起来都抓得蛮厉害的 对 脖子后面就 是 整片都是 头上也有嘛 对不对 就是后面这边的地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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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平常有在吃药吗 擦药 你有没有擦乳液 有啊 乳液就是洗完澡就要擦饭 对 还是很干 对 这个很重要 今年17岁梁同学 回想起12年前 全身皮肤发痒 根本无法好好入眠 就已诊断后 是异味性皮肤炎 经常身上常出现红疹 及抓过后留下的痕迹 另外颈向走窝 吸窝处的皮肤 摸起来很粗糙 就连身体任何一处的皮肤 也因为异味性皮肤炎的状况 搔痒难耐 皮疹急性发作时 身上会出现丘疹 及脱卸形成红斑 长期骚抓后 可能会导致皮肤增厚 并有常不自觉抓到皮破血流 这受不了的 我觉得就是一直痒嘛 然后尤其是有时候 因为出现在脸上 比如说脸会红红的 可以折掉 但是有时候 如果真的爆发很严重 可能会出去 你自己看到路人 有时候会这样看你一下 你会自己有点难过 若此时细菌感染到 骚抓的伤口 有可能会流汤流水 出现焦糖色的结痂 导致蜂窝性组织炎 基本上我想很多的家长 担心的就是肋骨唇 所以台湾有很大的一个 情况是 其实有做过研究 台湾是全世界 肋骨唇害怕的前三名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从小擦肋骨唇 擦到大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近年来 其实有非常多的 新的生物制剂 或小分子这样的开发 针对小孩子来说 我们用这样子新的一代的药物来治疗 让家长相对于放心 治疗效果又成效又非常的好 好过于传统的肋骨唇治疗的方式 异味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皮肤疾病 主要是和基因遗传和环境因子都有关系 而台湾的盛行率大约5%到7% 而异味性皮肤炎的病友中 有50%至80%合并有异味性体质 而除了皮肤的症状之外 还可能伴随出现 异形免疫球蛋白升高 过敏性鼻炎或气喘 如果长期的异味性皮肤炎没有控制好 那可能会影响到就是 因为慢性骚抓 所以甚至会睡得非常不好 失眠啦 那小朋友可能会是有些焦虑啊忧郁 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除了遵照医师的指示用药定期回诊之外 有一些平常要注意的护理皮肤的事项 那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冬天到了 大家都喜欢洗热水澡 但是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不建议洗太热的热水 洗澡时间也不宜过长 因为太热的热水会带走身体过多的油脂 美国研究显示 百分之五五岁以下的孩童 以及百分之四的年轻人及成年人 会有食物过敏的情形 而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有食物过敏的比例 比一般人还要高 异味性皮肤炎虽然不是遗传性疾病 你也不知道谁会发生 就算你没有家族史 你有可能发生 在很轻微的时候呢 我们就警觉到要擦保湿 然后尽早就医 去看皮肤科医师 去诊断你的疾病 常见的容易引起敏感的食物 包括牛奶、花生、蛋、大豆、小麦、贝类等 异味性皮肤炎并有在饮食上 应充分与医师沟通 保持规律的作息 充足睡眠和愉悦的心情 缓解疾病、不舒服的症状 避免病情恶化 TVBS新闻 陈又翔、徐国恒、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